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电呢不仅仅有这个美度多少钱的一个这个价格 它还有这个很多其他的附加费用 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在Suston到底一个月电费要花多少钱 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在这边是怎么样去选电的 我通常都用一个网站它叫Power to Choose 你可以在这个谷歌搜索引擎上直接搜 你就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的网站都可以选电 那我经常用的这个就是不是这个 因为这个也可以哈 你只要输入它你的邮边就可以继续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我平常用的不是这个电力公司的 我用的都是另外一个 我直接搜一下 还是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电力公司但都不是我平常用的 我还是选一个我用的比较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OK我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电力公司 不是这个电力公司是这个网站去选电 然后我经常都会是隔几个月 我觉得我家电如果贵了 或者是我觉得这个电有点跟当时我买的感觉不一样了 我就会来重新换一个电力公司 那您看这个电力公司它有很多的选择这么多 然后包括下面有好几页 那你来怎么选呢 其实我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首先就是您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电力公司的电 是哪些区间比较适合你 比如说我们家 我们家因为面积比较大 所以这个用电量就比较高 所以我们家肯定是会超过2000度的 所以我就会选一个2000度以上电比较便宜的这种电力 比如说这个2000度以上是7分7 那你就一定要看看它旁边详细的一些介绍 那这个钱是怎么出来的 你看它我不知道这个星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应该是没有额外的费用的 但是它2000度以上的电是7分7 所以八个月的一个合约 然后如果你解约的话是150块钱的违约金 那这个的话对我来讲就还可以 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往下找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店 那这个店是2000度以上是7分6 所以你就大概要看一下 那这个店的构成呢 就是三分三每度的这个真正的电费 它还有一个delivery charge 就是一次性的账单是5块4毛7 但是每度店是4分钱 所以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7分3左右 然后三个月的一个合约期 如果你提前解约的话是20块钱 一个月的一个就是维持这个合同的一个钱 也就相当于违约金吧 所以它一共三个月就很短一点都不长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后看 打个比方我要往后看一个相对贵一点的店的话 你看它有什么不同 比方说这个2000度以上是8分钱 你就看一下它的不同在哪里 那这个店的话就是有个5块4毛7的一个billing circle 就是一次性的一个月 然后它有4分钱一度的店 再加上它每一度店是3分6 刚才那是3分3嘛 所以这个其实就稍微贵一点了 但是这个的合约是6个月的 如果违约金的话是49块钱 那违约成本比较低 那这个其实看您了 如果你觉得6个月之内你可能就换店了 那说不定这个就还可以 因为刚才那个的违约金稍微高一点 那其实就是说你一定要看后面的这些细节 才能知道你用的这个店 到底是怎么样来计算好与不好 当然了如果您这个用电量很少 只有500度以内的店的话 您可能就跟我的这看法不一样了 您就要看一下500度以内的店哪一种比较便宜 当然是用的越多 这个单价越便宜一点 第二个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选择方式 方式当中一定要是这个固定的一个这个价格 如果你选了后面这种浮动的价格的话 那你可能有的时候电费还挺便宜 有的时候电费巨高 那巨高的话 我收到过七八百块钱一个月的账单 就是因为我忽视了一些问题 所以收到了高额的账单 那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的这个店的账单最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比如说现在您看到我们家的现在的一个店 这是我们家8月5号的一个电费账单 这个账单上显示我们家每度电是三分三的一个电费 那加上我这个电力公司有一个wholesale的费用 所以一天wholesale的费用差不多不到一块钱 所以一共是30天嘛 一个月就相当于将近30块钱 再加上电费 那我们家用了3000多度电很多了 因为8月份非常7月至8月这个月还是挺热的 所以我们家一共是129块钱的账单 然后我们家就差不多5000多尺的房子 那你再看到9月5号 9月5号的时候我们家账单就不一样了 我们家用了2700度电 那一个月就变成一度电变成了六分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成这样子 然后依然是这个30块钱的这个费用 所以我们家账单一再就贵了 然后这个就让我挺挺意外的哈 所以我就想说再观察一下这个电 如果不行我就要换了哈 那就我就又观察了一个月 结果又观察了一个月之后呢 发现好 又到了9月20号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们家账单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就变成了一下子给了我一个1000多的账单 然后加上这样巴拉巴拉一堆这种东西 那你看我就别的都不说了 就看这个店 店从6分前变成了两毛吧 那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当时用的买这个店的时候 买成了一个浮动的店 所以说我这个店肯定是这个弄错了 就一下子损失了挺多钱的 所以我马上就把这个店给取消了 取消之后我就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店 那现在这个账单就是我们家刚刚的账单 这是从8月26号开始的 我们家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账单 这个从8月26号开始到9月9号 你看我们家用的电量 差不多是 电量在哪里看 在这里 我们家用了1492度的电 然后一度电才4分钱 因为这个店就比较便宜了 所以呢这个月就很便宜 这个月就 就就才100来块钱 到月底我估计也就是100来块钱的电 那所以你看我就 比较适合去换电 这就是为什么 您看在德克萨斯州 在休斯顿一个大房子的话 您的用电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在我们家这种 将近5000尺的一个居住面积 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大人 我跟父母一起住嘛 所以说 我们的用电量其实还是很低的 就是这种能源的消耗 还是很便宜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在休斯顿怎么样去选你的电力公司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